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统计 全台新冠病毒患者 累计有超过2700人是重症 收治的高峰期是6月4号 有435人 不少医院都开出专责家户病房来因应 开设最多的是亚东医院有58床 那颗家户病房主任张厚台 被称为女战神 她有超过20年的重症家户病房经验 原本其实也只开出10床 但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 不得不断加开 虽然肩上担子重 但团队还是勇于承担 过程难免有害怕有压力 还是挺得过来 记者黄毅杰 吴欣俊 带你来看 专责家户病房医护的感人故事 这类病人重症其实不好照顾 所以对大家的压力都是很大 所以我们的人力铺排 跟就是照顾的部分 真的是非常辛苦 厚重的隔离仪 一脱掉满是汗水的痕迹 她是张后台 亚兜医院内科家户病房主任 人称台姐 有重症照护20年的经验 疫情爆发后 她更扛下全台11%的ICU重症病患 整个医疗团队长时间得和确诊者相处 还得在隔离仪外面写上名字 才能认出彼此 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 张后台好几周都没有回家 选择住在医院附近的饭店 随时应付突发状况 尤其ICU病房 每天都像在打仗一样 光是要帮病人翻个身 都像个大工程 其实从31岁到85岁都有 那比较辛苦的是 其实我们这一波 还是有蛮多BiA比较重的病人 比较大的病人 所以基本上在 在我们照顾的时候 中间会有一段时间需要趴睡 病人那天要趴睡的时候 我们花了6个护理人力 才有办法把他趴睡过来 难怪连疫情指挥中心的 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罗一军 也特别在脸书发文感谢张后台 更形容她是女战神 和团队扛住了巨大压力 根据统计 北北基陶COVID-19专责加护病房 开出最多的就是亚东医院 58张病床 其次是林口长庚 台北荣总 台北慈激 三军总医院 和布立双核医院 分别在39到31床之间 我们本来去年4月的时候 开的是10张 就专责 我们准备的是12张专责加护病房 然后我们弹给卫福部的是16张 所以其实一开始 确实是只有十几张到20张 那只是说因为 开始的时候 就是病人来得又多又急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之后 就是为了服务我们新北市的居民 所以就是开到这么多张 张后台前后照顾了近100名的新冠重症患者 即便面对过无数危机状况 但疫情在6月初达到高峰 一下子有入大量患者 先救谁 每分每秒都在抉择 最后只能选择 在病房跟急诊被插管的病人 送来我们医院 那有的时候呢 就在转送当中 有的时候来不及 他可能在该月就死掉了 然后呢 有些呢 就是有些教育们 就会觉得说 他的病人他没办法照顾 可是其实对于我们来讲 我们还有更多 在病房的在急诊 大家没有办法照顾的病人 我们要先收下病人 所以其实在选择方面 是很痛苦的事情 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资料 专责病房收治人数 最高峰出现在6月4号 有2539人 之后才开始慢慢下降 到19号剩下不到2000人 21号1893人 重症的患者 我们到中南部的医院去 都是就当时各个医院 专责医院的这个病床术 床术来去做规划 所以那个是一个滚动性 那会依照当时的这个 需要往南送的这个病律术 跟床术去做搭配 所以分散的医院还蛮多的 也因为双北专责病房 大约收治了6成5的病患 医疗能量吃紧下 区域患者只能送外线市支援 请中南部的医院共同分担 医护人员站在隔离区外 观察病患情况 这里是台中澄清医院中港院区 面对新冠疫情 这次也开设了10床专责ICU 最多的时候同时收治了9人 我们医院那时候收治的一些北部的病人 其实都是来中部的检疫所 那在检疫所里面状况有变化 所以转来我们医院做治疗 那心里面也会担心说 如果这个疫情继续扩散 那现在只是双北市 整个医疗资源就已经都用到中部 谢家珍是澄清医院中港院区 呼吸照护中心主任 过去主要照顾呼吸衰竭的病人 这次负责专责ICU 除了要面对医疗能量紧绷 最担心的是第一线的防护 到底足不足够 其实那时候压力会比较大的状况 有几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病房 其实所有医院都一样 就是大家的病房 其实成立都是很冲促之间 要去使用这个病房 所以譬如说像当时 我们的医护人员里面 也有很多人 是5月10几号才打疫苗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病房成立的时候 其实有些医护人员的疫苗 当时并不具有保护力 疫苗要施打完两周 才会产生保护力 中间的空窗席 心中有过恐惧 有过害怕 但看到这么多中症病患 生死一瞬间 甚至来不及跟亲人告别 让谢家珍决心要守在第一线 当病人开始就是 住院当中病情不断恶化 其实病人第一次病情恶化到 我们要跟家属讲说状况不好的时候 是因为他养气浓度有的很高 那一次也就是他先生同时去住院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我们整个团队心理冲击就很大 因为我们很怕没办法把阿姨 留到见他现身 每次抢救过程都惊险万分 谢家珍透露 有一位患者病情两次恶化 甚至发生败血性休克 但病患意志力坚强 最终停了过来和家人团聚 阿姨就是后来他自己真的是很加油 那对我们治疗反应也很好 所以他在这个休克期间 就大概总共花了两到三天的时间 让他血压回稳 看着患者一个一个解除隔离 是这群重症医护们最开心的事情 有人还手绘漫画 感谢住院期间细心照顾 他们默默付出 整日待在高风险环境中 用自身专业撑起疫情防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